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疯狂补作业的日子终于结束 王一博电台更新结束欲了 春节之前 王一博的电台一直都是以飞速的形式更新着 从原来的几月一更 变成了每日几更 着实有点让人惊喜 原本大家以为 它是紧赶慢赶地完成之前与这个平台 签约留下的100条更新任务 即使已经合约到期了 王一博还得坚持完成 谁能想到 超过了100条 他还需要更新 那就不得不让粉丝们猜测这任务是不是200条了 每次更新的内容真的很全面 活像照着百科全书念出来的 很多内容都是现在网友们所不知道的小知识 但是又很有用 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一段时间里 王一博的营业速度真的是令人害怕了 毕竟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怕麻烦的人 如果没有平台任务的话 他很少发动态 相信他与这个平台签约时 平台也没有想到 在他们的合约期内 王一博都没有更新完交代给他的更新任务 这也就造成了去年年底加上今年年初 王一博小学生事补作业 一天之内更新七八个电台的情况都是有的 那个时候 粉丝们纷纷猜测 是不是因为王一博要去拍摄长空之王 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活跃在大众面前 就是俗称的闭关 怕粉丝们想念 才提前用物料将粉丝们喂饱呢 不过 就在2022年的2月1日 王一博的电台终于更新到了第199条 结束与为爱一直在 我们的电台约定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 在未来不见的日子里 祝你们早安 午安 晚安 虎年大吉 这是王一博电台的最后一条更新 从此以后 估计都不会有新的更新了 其实 王一博成为喜马拉雅的代言人 只有短暂的一年时间 但是在这一年时间内 我们除了听到一些生活小科普之外 还有他分享过的摩托 街舞 滑板自己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有趣事情 他也会分享 出来 后期的王一博几乎不会再分享自己的生活 而是科普类较多 只是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更新并不是很多 而距离他的代言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 如此仓促地完成199条电台的更新 恐怕王一博也是不希望将这个作业案年来完成 这才有了他疯狂补作业的情景 与平台的合作早已结束 王一博疯狂赶作业的日子历历在目 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结束语的发布 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物料后续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这是到了与这个平台说再见的时候了 虽然电台不会再更新了 但这也只是失去了一个王一博来念书的地方 他不再赶着给发布电台 将会有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业务时间的提升上 毕竟目前来看 拍戏才是他目前新的发展方向 最近热搜屏上的无名 路透屏出的冰玉火与藻 就预告过今年会上映的维和防暴队 还是很吸引粉丝们眼球的 在做一个好演员的道路上 王一博走得很稳 并且前路宽且长 王一博说爱一直在 的确 他就是有这个魔力能让人一直这么爱他 他有这个实力与魅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